另外高雄大树一户两层楼明哲 今天凌晨屋子后方的山坡地突然崩塌 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一家三代六口当时在睡梦当中被聚想惊醒 跑出屋外查看才发现山坡崩落 幸好一家人都没有受伤 凌晨三点多大雨过后 大树区这片山坡突然崩落 大量土石连同树丛直冲山脚下住家 今天聚想屋内一家六口从睡梦中惊醒 外出查看赫然发现自家后方惨遭土石淹没 吓得不敢回家在屋外待到天亮 高雄大树这栋两层楼高民宅 因为连日大雨屋后山坡崩落 土石堆积近两层楼高 一家人忧心忡忡 还好屋主有在住家后方增设挡土墙 这次土石崩塌 只有水管受损 屋体结构没有影响 一家六口也没有人受伤 是不幸中大幸 而眼看雨室逐渐趋缓 一家人也期盼相关单位能协助清理土石 让家园尽快恢复原状 记者课程好高雄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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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